幻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科幻小说《威》 作者维克多·威斯特 一开始只有黑暗和寂静 随后渐渐传来海浪的拍暗声 退潮后遗留在沙滩上的泡沫发出嘶嘶声音 这是斯特自认为在昏迷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一群医生和护士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喃喃低语 他们柔和的声音并未驱走斯特瀕临死亡的恐惧 他的呼吸声渐渐变成海浪声 最后一切又归于黑暗和寂静 黑暗慢慢退去 斯特双眼微微张开 真是奇迹 他居然没有死于那场空难 斯特强迫自己的眼睛睁大一点 房间的亮度也随之增加了 他看见床边有个模糊的身影 斯特吃力地发出一些声音 你是谁 你好 斯特先生 说话的女子声音温柔优美 虽然只说了一句话 斯特感到她是个天性善良 富有同情心的人 那能够抚慰心灵的语言又传来了 斯特先生 您现在还需要休息 让药物治疗发挥作用 斯特睁大眼睛 眼前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正对着她微笑 斯特不敢相信 她觉得自己是在梦中 斯特疑惑地问道 你是 女子回答道 您必须再休息一会儿 药物治疗还没有结束 我家威 是您的伴侣 斯特陷入了疑惑 他并未结过婚 伴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但对方声称自己身为斯特的伴侣 并且会为斯特打理好一切 半小时后 威带着她到外面散步 斯特这才意识到 她身处在一个岛上别墅 周围有着疑人的风景 这让斯特有了恍若隔世之感 在她眼前的威 无可挑剔 体贴入微 一股幸福的暖流 缓缓地流遍了她的全身 斯特满足地说道 生命太短 我很高兴 幸免于难 但威却轻声说道 您并没有活下来 但重要的是 您已经死而复生了 这句话 令斯特震惊不已 在斯特的追问下 威道出了实情 曾经 斯特所在的国家 发生了一场生存权运动 所谓生存权运动 是从保护胎儿的出生权 到更广泛的 保护每个人的生存权 运动提倡 所有的人都有权在死后 保存他们的尸体 以便在未来复生 而斯特生前 也参加了这项运动 威就是在那些 充满液态氮的容器中 找到了斯特的档案 虽然斯特记得自己 曾经参与了这些运动 但有些不解之谜 在脑中盘根 他准备继续追问 但威打断了斯特的思路 带他回去休息 这时 一个聚合生物走上前 斯特瞬间陷入了错愕 威耐心地解释说 啊 那个生物叫做摩菲 是在公元三千年时 人类生产的 不过 那已经无关紧要了 重要的是 您又和我们在一起了 斯特疑惑地说道 为什么我的生命对你如此重要 在威的柔声细语里 他为斯特重温了那段历史 曾经在斯特去世之后 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携手合作 研究利用化学方法处理数据信息 代替以前用固体硅基材料 来作为处理单位 新的化学处理方式 使分子发挥变形 这使得处理器可以用很小的操作 就可以完成一个大型快速的信息处理 接着 他们结合微机器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对分子级 甚至原子级别的单位进行建造 再加上变形技术 人类最终制造出了新生命 而摩飞正是科技与生命形式的革命的早期产品 即变形合成人 只不过 他是最初一代的产物 斯特难掩心中的惊讶 他认为 自己不是在做梦 就是产生了幻觉 威的声音 把他从沉思中叫醒 您不是在做梦 也没有产生幻觉 沉吟扮响 斯特终于意识到一点 威可以阅读他的思想 威说道 我可以任意读取人类的部分思想 我能够接受您中枢神经发出的电磁波 但它们有时会被打断 基于不正确处理 而人脑无法接受那样的电磁波 我是第三代变形合成人 摩飞是第一代 我们是永生的 不可毁灭的 而且可以彼此沟通 斯特惊恐之余 他问道 那其他人类呢 威想了想 他回答道 您是指其他自然人 事实上 他们已经全部死亡了 一瞬间 斯特觉得一种绝望的恐惧 突然袭来 威耐心地说道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碰击的必然结果 只不过 这一次是一种文化 创造了另一种 您知道 就像曾经欧洲殖民者们席卷全球 却促使其他地区土著居民的消亡一样 合成人的出现逐步取代和征服了自然人 那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自我毁灭的过程 再加上战争和疾病的从旁协助 我们竭尽全力 不使他们自我毁灭 我们采取了药物控制 严禁喝酒 密切监视不法行为 可是这些全都失败了 他们还是沉沉于此 以至于最终 走上了灭亡之路 所有的人都死了 我猜想 他们无法接受被取代的现实 我们合成人 是现在的主要生命 我们补充了地球的野生生物 恢复了地球生态平衡 我们还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身体 使之可以生存于各种环境 所以现在 很多星球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殖民地 斯特听完威的讲述 一时间悲从中来 他问道 我去世多久了 威轻声说道 斯特先生 很久了 您去世 大约一万年了 斯特终于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让我复活 威解释道 因为您是我们的神啊 也就是您所代表的自然人 曾经自然人 是我们的造物主 他们创造了第一代 和第二代合成人 在他们灭亡之后 我们自己复制了第三代 并加以改进 自从地球上的自然人 全部灭绝之后 我们决定寻找我们的根 但复活所有的人 会让我们投入太多资源 来照料你们 所以 我们每个时期 只复活一个人在世上 斯特先生 现在 你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崇拜你 您会住在这个 惬意的岛上 为所欲为 威的描述 感觉就像天堂 但斯特觉得 威已经对他 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 而威也察觉到了 斯特的情绪 他说道 不管怎样 您毫无选择 我们使您复生 您 欠我们一条命 只要您愿意留在这里 您想干什么都可以 斯特 结问道 可是生命不仅仅是享乐 应该还有其他的追求 但威却告诉他 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在斯特生前 他们会膜拜斯特 在斯特去世后 他们会再复活一个 叶旦中的样本 这样绵延不绝 以至于他们的信仰 会持续不断 斯特问道 我会活多久 威向斯特展示了 他前任的生活场景 斯特的前任 活了三千多岁 才死去 即便是这么长久的生命 相对于威那种 拥有永恒生命的 合成人而言 被复活的人类生命 还是太过短暂 斯特陷入了思考 很快 他脸上露出一个 会心的微笑 这是个不能拒绝的提议 我也不愿意拒绝 我要好好地享受一番 威 叫上你的同伴们 晚上 我们开个派对 威 喜笑颜开 很好 我就知道 您与众不同 戴威出去之后 斯特开始思索 如何了结 自己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